格力空调的掌门人一直都有一个造车梦 2016年12月份 董明珠就个人出资 并拉上了万达的王健林和京东 注资30亿 成功收购了珠海银龙22.38%的股权 2017年3月还没过 董明珠收购银龙后的第一款皮卡就上市了 不得不说这风格相当的董明珠 很速度 这款皮卡名叫广通银龙皮卡 没有具体的型号 姑且先叫它格力皮卡吧 格力皮卡采用电力驱动 而且使用的是钛酸锂电池 而不是流行的三元锂电池 这也是董明珠看上银龙的最大原因 钛酸锂电池寿命长 安全 稳定 使用寿命大约30年 而且充电快 据银龙介绍 格力皮卡可实现6分钟快速充电 格力皮卡的外形与普通皮卡无异 有点丰田坦途的样子 配备了仙背货香盖 尺寸为5219 1870 1844毫米 格力皮卡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污染 扭矩大 动力强 运载能力强大 虽然续航里程并不算长 但在竞争对手那里也算顶级水准 如果充电桩突射合理 6分钟的充电时间和普通燃油车 几乎没有区别 格力皮卡最大的槽点就是车标 格力使用了五环围成梅花状的logo 一看到这个车标 不由的让人想起曾经风靡中国的红梅味精 虽然业界还在对董小姐的皮卡普遍持怀疑态度 但相信凭借董明珠之前的风格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噱头 而是董小姐实实在在的想做一款好车 我们不妨就给董小姐一些时日 也许下一个格力就会出现